主要是把那个有关工作表事件啊 然后PPA怎么取消保护这部分 等于是有点重点回顾一下 基本 就是做自动化输入 然后有关那个工作表事件的处理等等的 类似像这边这样的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下拉清单 它自动可以带出另外的资料 比如说左边跟右边 当然这个地方 需要做那个事件处理 那不过呢我把它改成什么一个启用表单 这个上礼拜最后把这个表单给做出来 那这个表单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将来我们输入的时候 其实就集中在表单上面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将来 你可以尽量避免让使用者随意输入 那因为使用者如果随意输入的话 将来会产生衍生性的问题非常的多 因为你让他很自由的任意填写 有的时候可能你希望他填的资料形态 他明明应该填数字 他可以填一个中文 或者是填一个什么英文之类的 那形态当然是不符了 所以你可能要花更多时间去检查错误 诸如此类的 其实在一般的实际上工作里面遇到还蛮多的 所以比较建议就是说 尽可能你要让使用者端帮你输入资料的时候 尽量去限制 尽量去给他一个规范 因为如果你规范制定好之后 理论上呢 你就可以不用再多花很多时间 在做什么呢 做比如说检查资料这一件 就是说你就不用再特别为了说呢 你要去检查他输入时候的错误 回头再来看 那其实像我以前遇过的大部分都是 比如说好几家分公司 他们同时输入一些东西 那因为呢 大家都一起输入 可是没有规范 变成说呢 将来要汇整那些各分公司资料的那个人 他就非常的头痛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输入 虽然说呢 栏位名称都一样 可是呢 奇怪 就是栏位名称一样 可是因为你规范制定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输入乱七八糟都有 那所以呢 我们如果说要希望 将来呢 让使用者有一个 可以遵循的一个规则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表单的方式 让他有一个可以遵循的一个方式 那除了可以遵循之外 另外还可以自动代出 所以尽量让使用者怎么样 知道该怎么填 另外的话呢 还可以自动帮他填 然后这样的方式 当然尽量可以避免掉很多的错误啦 如果你有这样的系统之后的话 将来当然你可以不用花太多时间在检查错误啦 其实你会发现 很多人每天光检查错误花的时间 有时候还比那个输入的 输入资料的时间可能还更多 OK那上礼拜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是把这个表单给做出来 所以如果你把那个表单设计 我是还蛮强烈建议 如果你对表单设计呢 不太熟的同学 可能要再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 那只要你工作里面呢 有需要输入资料的啦 以前可能资本作业或者说 即便是在以Sale里面输入好了 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它改成用表单的方式输入资料 那另外的话呢 做一些元件的名称修改 然后呢 再增加下拉清单 那这个下拉清单的好处就是 将来使用者可以用选的 不用 不需要用什么 这就是他自己在填 其实自己填很容易出错 然后呢 再来就是最后把资料给填上去 那最后有一个启动表单 那我们最后的话呢 利用这个启动表单 那这个启动表单里面呢 这个程式 其实基本上就把它写在哪里了 写在那个我们的模组里面 其实只要 一个Sup就可以了 启动表单 这个启动表单就是把那个Home.show 表单名称叫Home 所以Home.show呢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启动起来了 OK 那另外如果说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启动起来 他就show出来 那启动表单的方式好几种 不外乎就是你如果直接从VBS 这边有个执行 他也可以执行 另外的话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模组里面写一个sub 名称叫启动表单 叫Home.show 那Home指的就是这个表单 show的话就是他一个方法 就是把它启动起来 那这样的话呢 你在做一个按钮按下他 他也可以启动起来 那除了这个方式之外 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将来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比如说使用者不用按 他将来 只要当这个Excel打开的时候 那就顺便把表单给启动起来 那为什么 因为有些使用者 他就是找不到该怎么启动 明明那个按钮已经很明显了 他还是找不到 那怎么办 你干脆自动让他跳起来 OK 那你要怎么让他自动跳起来 这个可能你要了解那个 就是其实VBA里面的设计逻辑 不外乎就是什么 这个工作 这个叫工作簿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工作簿 在VBA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除了工作表物件之外 最下面会有个叫List Workbook 指的就是什么 这一个工作簿 就这个档案 当这个档案怎么样 你把它点两下 List Workbook 就是这个工作簿物件 当他怎么样呢 发生一个事件 里面很多啦 预设的是Open 意思就是什么 当这个工作簿被打开的时候 那我同步怎么样 把表单给叫出来 那你可以怎么样 这边打一个Home.Show就好了 Home.Show OK SH Home.Show 这样的话呢 将来你只要把这个 Excel档案关闭之后 记得存档 下一次呢 你把它打开 当然前提要启用 启用什么 启用这个具体 启用这个内容 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它就自动启动了 OK 那同样的道理 将来如果说呢 你希望当这个工作簿 自动启动的 就是启动的时候 也能够去执行什么样的一个 程式的话 那你可以把相关的程式 写在这里就可以了 比如说Home.Show 如果比如说你希望 启动的时候顺便 跳出一个什么东西 增加什么东西 或者是修改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一启动 这个报表的格式 自动把它完成 那你也可以把程式 写在这里 这个会自动去帮你做一些事 那启动表单上礼拜讲的 那另外我们最后是什么 下拉清单 自动带出这个单价 数量输入之后的话 自动带出小记 再加上地区 按个确定之后 自动把结果怎么样 输入到最下面一笔 OK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有没有 这些资料呢 就自动帮我填到 这个地方 OK 那这上礼拜讲了 另外的话呢 也可以全部清除 不过全部清除 我不记得 我没有把它写上 理论上其实蛮简单的 就每一个每一个 里面的资料 通通把它清空 OK 有 那实际上呢 就是在把它清空 或者你按确定 其实也可以直接就呼叫 全部清除也可以 你就不用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其实就可以了 那再来也许 你就是 比如说刚好有个订单 进来 然后又要多少数量呢 60个 然后地区呢 有没有 按确定 试断又输入一笔了 那其实就是怎么样呢 Excel的 这个是一个表单界面 就是跟使用者之间沟通的桥梁 那输入资料的话呢 就是把Excel 当成是资料库 那他每增加一笔 就加一笔 加一笔 那最多呢 他可以增加 就是总数量 你可以增加到1048576 大概104万多笔 其实已经足够一般性的使用需求 但是呢 当你输入完之后 会有个问题 如果将来 你这个系统输入的时候 不是你一个人 可能是很多人 前台作业非常多人 那你希望怎么样呢 把这些资料汇集在一起的话 那怎么样可以把它汇整 一般会汇整到哪里呢 其实通常 汇整通常会被到资料库里面 OK 那另外的话呢 那哪一种资料库比较好呢 其实一般性的话 最好那个资料库 第一个 可能最好不要花钱 所以有自由软体 那 那坊间 像那个微软的assess 或msc.co 要授权 那你一般公司 现在没有人敢用那个 没有版权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们可能希望减低 那个费用上面的问题的话 那你可以用什么 有个叫 mysc.co mysc.co的那个资料库 它有优点 就是它是自由软体 只要你是非商业用途 就是你不要去把它做盈利的使用 基本上就是免费的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除了说呢 你可以给像VBA用的话 一般坊间什么 像现在蛮流行 像手机嘛 比如用java 或者用 或者是用你 你用那个iPhone开发的 用比如说 Opjet C 或者是说你有个python 或者是其他像php 网页等等的 那其实刚刚讲的这些技术呢 他们的资料呢 也都可以写进来 也可以读出去 所以其实 如果透过mysc.co的好处 第二个优点就是它是跨平台的 也就不见得 只能用在VBA上面 其他的平台呢 也可以用 那不过呢 但这个这个资料库的建立 有稍微有点点复杂 那我想请各位 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这个范例 稍微再开起来 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有关资料库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店里呢 ilia corner 通过 有点 是 我 多 那 有点 有点 我 店 怎么 就